陆域事故 邻居吵架 有些人就习惯的凑进去看一看 或者是拉长了耳朵去听一听 这种行为用东北话讲叫号信 18号中午在浙江宁波镇海 就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 可是没想到这起单方事故 还引发了后续事故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辆黑色轿车在行驶到路口时 静止撞上了分流岛 随后车辆侧翻 翻滚了三圈才停下来 对于事故发生的原因 驾驶员是这样解释的 疲劳了 原来驾驶员最近一直在加班 休息不足 驾驶途中出现了疲劳的情况 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所幸当时他系了安全带 只是头部擦伤并无大碍 而就在交警处理事故现场时 道路的另一侧 发生了一起碰撞交通事故 一辆红色轿车 在临近车道停下来没多久 后方驶来的一辆电动车 追尾了红色轿车 前面那辆小客车 为了看旁边这起车辆侧翻的 交通事故 看热闹 速度减下来 慢慢停下来了之后 在这辆小客车后方的一辆 电动自行车呢 同时也在看热闹 于是他没有顾前方车辆的 一个行驶状态 就追尾撞了上去 看热闹 结果把车给撞了 真的是得不偿失 索性当时电动车车速不算快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这就叫好奇害死猫啊 我们出门在外啊 一定要全神贯注的 关注交通情况 不要东张西望走神 发送来人员伤亡 不妙的 扶行车速播放 下来 不妙的 咱们 这边 微妙的 阻止